正如大家所见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室 其中一间小小的茶室 平时就是用来跟那些 CEO喝喝茶聊聊天的地方 像那个什么讯 还有那个什么义 经常来找我 像谈点小生意 我都跟他们说了 区区几百亿不用来了 他们非要来 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你好 这个茶室你们预约了吗 没有预约是不可以进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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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室改造计划 好吧 这个才是我们的工作室 因为这样之间事情比较多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拾过了 你看这个快递箱到处都用 到处都是一层灰 受不了了 直接开始改造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总算是搞完了 来来来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这边是一个我和小玩家的位置 现在小玩家很少关键没办公了 所以他电脑就搬回家了 旁边呢就是保护机 他上一次开机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在小巴拉出生之后呢 为了保证日更 我和小玩家就招了两位后期小哥哥了 这边呢就是这两个小王子的工位了 主要是为了帮我小玩家做一些后期的工作 不然是真的忙不过来啊 你们别问我为什么不更新了 我是日更啊 你们要多去我的主页看看 你知道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小玩家说了 导演 你这顶多算是工作室清洁计划 哪里来的改造啊 所以说你们看视频不细心 细节决定成败啊 刚刚在清洁的时候 我不是拆了两个箱子吗 就是这两张作为人体工学电竞椅 专门为了两位小玩家的身体健康挑选的 全面呵护头颈尖腰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一做不起的工作啊 整体承托采用巴斯夫创新高回弹排棉 更加贴合人体脊椎 上下可以调节80毫米 不管你是一米五五的小萝莉 还是像我一样 差一点一米九的猛男 都是可以轻松驾驭 一体式的肩颈啊 头肩颈全贴合 工作累了就躺下休息一下 符合国标美标欧标 办公室座椅安全及耐久性测试 安全可靠 年轻人 你也不想认真工作突然间被椅子炸飞吧 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作为人体工学电竞椅 采用了豪车座椅才有的斯来福面料 虽然送不起豪车 但是给他们整个豪车的体验做还是可以的 请把神仙老板打在公屏上 为了全面呵护后期小哥的身心健康 我们工作室还有一大景点 这个架子啊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的收藏品 就是一个阵容啊 先知园丁 盲女祭司 外加一个红蝶是监管 请问红蝶要带什么技能天赋 才能干掉这四个扑干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之前官方送的一个弹王论破的桌面入侵 对吧 就所有的角色 黑白熊 永远的痛 然后上面是我之前买的一些小手办啊 像这个小丑 还有这个隐藏款 然后这个是大神的半次元的 然后 然后这上面啊 这上面这个就就牛逼了啊 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努力的成果 你看到没有 啊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工作室的改造计划全部内容了 所以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改造计划怎么样呢 看到这样的老板羡不羡慕啊 一见三连 下次一定发招聘公告 拜了个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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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